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 经文说到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一出好的戏剧 需要好的剧本 好的导演和好的演员 打动人心的剧情 可以使人从其中 汲取到生命的智慧和养分 人生如戏 戏说人生 欢迎收听绝妙小剧场 重复一次别人的话 有一个大老板 管理员工头头是道 可是却怎么 也管不住自己的儿子 直到有一天 他试着重复儿子 所说过的话之后 一切有了改变 李先生是一个经营出口 加工厂的老板 工厂加上公司 有五六百名员工的规模 由于他亲身积极地投入 不管是在业务上 或在管理上 都相当有成效 好像领千万军的大将一样 非常地神气 可是他就是对自己的儿子没办法 那种代沟 对他们父子俩 就好像是海峡一般 怎么样也无法跨越 每一次的见面 讲每两三句话 又是拍桌 又是摔门的 弄得家中鸡犬不宁 这天又是因为儿子的晚归 就在双方闹得面红耳赤 儿子这时突然间 住了口 安静了一下 慢慢地说 爸 再这样吵下去 也不是办法 我能不能 请你 把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再说一遍给我听呢 啊 你说 你说 做父亲的太能干 当然看不起儿子 不对 你再想想看 我是怎么说的 混小子 那你怎么说的 你自己说我的话 你自己为什么不再说一次 哈 你看 从头到尾 我说什么 您都没有再听 那些话 是你自己想的 我可没这么说 我们不是要沟通吗 那么 我说什么 你重复一次给我听 然后再轮到你说 我来重复你的 哪有那么多时间 重复来重复去的 你真想气死我 爸 我们就试试看嘛 不然 这种争吵 会没完没了的 你再想一想 我刚才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还真的想不起来了 你再说一次好了 好吧 我说 父亲很能干 儿子一方面很佩服 一方面又怕自己跟不上 心里多少有些压力 你说的合情合理 我刚才怎么那么激动啊 结果这对父子俩 竟然可以谈上两个小时 而不吵架 这个效果 连李先生也意想不到 今天上午 邀请各位来开一个重要的采购会议 讨论的呢 是未来所要采购价值一千万的机器 看 看到底是要美国货呢 还是日本货 老板 我建议 买美国货 虽然依照采购部的报价 日本制的价格便宜 东西也不差 站在公司立场 还是希望能省就省 那 那就看老板 你怎么裁定好了 这样好了 总工程师 我来重复你刚才的要点 你看 我说的跟你意思是不是一样 日本制的机器 价格虽然便宜 东西呢也不错 可是将来如果出了毛病 要找他们来做售后服务 这问题就来了 他们的人 因为言语问题 无法跟我们直接沟通 找来的翻译 对精密仪器又是外行 机器坏在什么地方 我们无法充分了解 下次再发生一样的问题 还是要请他们的人 这说不定 还会耽误生产时间 这样算下来 买美国货还比较便宜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老板变了 是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要解决问题 就应该诚心地去了解对方的想法 那么重复对方的话 一方面可以让对方放心 知道彼此之间没有误解 另外一方面可以澄清彼此的认知 这就是所谓积极的沟通 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 所产生的性格自然也不同 相对的 每个人所坚持的也会有所不同 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经文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朋友 让我们先放下自己的自我主观意识 心平气和 充满笑容地 站在对方的立场 先为对方着想吧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胜败别挂怀 只要认真演 就会有掌声 想看好戏吗 看好戏不如听好剧 广大的声音舞台 延伸您无限地想象空间 欢迎您提供感人的剧本 和故事素材 绝妙小剧场 为您演播每一出精彩的戏剧